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素薄素 欲求长生的心虚毙子 这两句是 鬼神见察这一段的总结 昨天说到造神 于尽一句是 于造神机 造神给他说的一句话 很值得我们警惕 他所犯的毛病也正是我们献起自己所犯的毛病 自己犯的毛病 自己确实不知道 总以为自己所想 所说的 所做的都是对的 别人都是不对的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 这在佛法里面就是迷惑颠倒啊 佛经上说的严重的地方 一禅体 这个就是一禅体人 一禅体是凡语 意思是没有善根 佛菩萨都不能救他 他不知道回头 不知道救 那么这种原因要怎么样消除 我们冷静地去思维 依旧还是要读书 不读圣贤书 怎么可能救我 你说实在的话 就像尼坑一样 越陷越深的 不容易出来 读圣贤书 天天清净圣贤 长久熏悉 慢慢就会觉悟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 老人为什么叫小孩要念神仙书 要读佛经 道理在此点 余静义能够回头 还是过去 读古书的底子后 经人跟他说这些话 他为什么不能回头 他没有这个底子 这是我们深深的 就无法回头 造神说他 你的义务太重了 专务实名 说的话很多 那都不必讲了 这两句话是重点 你所行的事 做的很多 都不是真的 顾名钓鱼 所以他说天地归身 天天在检查了 天天在看着你 那么你在 鬼神面前的祷告 好像也很恳切 也有那么一点 也有那么一点诚意 可是你除世带人建物 与你在天神祷告 并不相应 天神慈悲 中国过去 这一般念书人 都相信有绿黄大帝 这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上帝 他说上帝命令 这些检查世间 善悟的鬼神 到这来看你 看你多少年来 没有做一桩真正的善事 你所做的善事 是复活别人 换句话说 别人不做了 你绝不会主动去做 看你 在私局独处的时候 看到你的贪恋 淫恋 嫉妒恋 偏激恋 高级悲人 这个高级就是自欺很高 瞧不起别人 一往期来 想过去 希望将来 恩仇报复 你这些妄想 咋念 太多太多了 说不尽呢 这个都是义务 这种义务 固济在你心中 天地鬼神 已经记录在当案里面 很多很多了 你逃后 你逃后且不暇了 你到哪里去求福啊 这个几句话了 说了之后 于经义 这才是当头一棒 把他打醒了 他跪在造神面前 造成是 事先一个人生的 他说你一定是神仙 你对我知道这么清楚 求他帮助 求他救援 他还有一念这个心 现在人听到这个 绝不理会 也不会相信 迷信 自己以为 头脑是个科学头脑 世间人所不及 他怎么能接受 现在人改过 太难太难 他有一念 悔改之心 造成来帮助他 叫他 从今而后 凡是贪念 淫念 客气念 妄想杂念 一开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 前天 你们听到 吴正斯报告 他弟弟往生 他的修行过程 没讲清楚 昨天补出来了 我还没听 可是他的父母告诉我 他在修行过程当中 一天难得说两三句话 家人给他打招呼说话 他都拒绝 不要跟我说话 用心 专到这种程度 这就是他往生的逆约 他心定 他万元 真的放下了 一桃金山讲的 时间比这个更短了 你们大家听念的还说 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 有没有七天念佛成功的呢 有啊 净净圣行路上有记载啊 网村传上也有记载啊 真肯回头 彻底放下 这个人就能成就 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 我常常劝诸位同学们 我们修学 第一 要存好心 心里面 纯善 无握 握念 握思 握忍 都不可以放在心上 专门看别人的善处 专门看别人的好处 我们这一生呢 就生活在 纯善 无的环境当中 不要说其他的成就了 你的心情多么愉快 多快乐 每一天想别人的坏处 寄别人的冤仇 你这一生呢 生活在极卧烈的环境里面 你活得好痛苦啊 活得好辛苦啊 那么由此可知 苦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 不是别人加给你的 是你自己的念头转变出来的 懂得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把念头转成佛念 念念 念阿弥陀佛 念念 念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壮严 我们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去 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了吧 现前我们这个心情是生活在极乐世界 受命中了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 所以万元要放下了 庞知识教人 多一识不如少一识 少一识不如五识 五识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 那你又把意思都毁错了 什么事情都照做 心里头绝对没有牵挂 无识是讲心无识 不是说身无识 身没有妨碍 华言上讲的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啊 什么东西是障碍呢 心里头念头是障碍 所以你看看余经义 在传记里面说到 他言也善 行也善 义不善啊 所以那个行善 这个言善呢 都不生效了 都变成虚伪的了 假的不是真的 对 如果是心善 义善的 那是真善 这个是相悟的根源 招生免励他 先要存好心 存一个纯善之心 然后随分随理 去做好事 你力量能做得到的 尽量去做 做的时候 要做得干干净净 越不求果报 为了果报去行善 你的义已经不善 为什么呢 有条件的 无条件的善是真善 不求果报的那个善行 果报最殊胜 不求名 不求利亚 什么都不求 全心全力的帮助别人 能够实际 能够实际为人 事情不管是难易 不管是大小 要沉沉恳恳 老老实实的 去做 真正力量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我们要有这个好心 所谓是 心有余而离不足 这一念心就有感应 这一念心 果然真纯 祝福护念 龙天善神来帮助 换一句话 增加你的力量 使你的怨心能够圆满 你不是为自己 你是为众生吗 你是为佛法吗 我们晓得 我们自己过去生中 没修福 这一生当中 不知道习福 不知道修福 而在糟蹋福报 可是目前 我们这个生活 还能过得去 祝佛菩萨慈悲 常常给我们示警 来示现警惕我们 来示现免力我们 我们从这个地方 要增长信心 有一些 有一些 护法菩萨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 来跟我说 送土地给我 送房子给我 送钱给我 这都是祝佛菩萨 加持的 我可以接受啊 但是接受了 有什么用处呢 觉得没用啊 于是 我都谢谢 谢绝了 这个里头 有个什么讯息 你们诸位能不能 觉察到的 有一个强烈的讯息 只要我们需要 只要我们需要 住员呢 立刻就先去 这是提供我们 强烈的一个讯息 今天我们真的 有三百人 五百人 真正修行 一个大道场 立刻就先去 几百人住的地方 几千人住的地方 不要操一点心 这些讯息来说 告诉我们这段事情 我们要不辜负 佛菩萨 要不辜负 这些护法的长者们 就要加工永恒 认真努力 发心要帮助我们 都是诚心诚意 不是虚伪点 我们还要 需求什么佛报 没有必要了 我们一心一意 为佛菩萨工作 为一切众生服务 一定要坚持 这个理议 认真努力 去做这段事情 决定不自欺 不欺人 一切做云 自然成就 那真是 向余金义 回过头来之后 他能够一教奉行 他深深了解 因果报应的 道理与事实 所以 动则 万善相随 尽则 一念不生 这个两句话要紧了 他能够改变 他的命运 就是这两句话 动 其心动力 为众生 为佛法 为自己 一念不生 老实念佛 他活到八十八岁 生了四个儿子 死了三个 有一个从小 就不见了 从他行善之后 这个儿子 不期而遇 又找到了 这个小孩 他的小儿子 是小的时候就玩 上人家船上 这个船开走了 以后就被人家 当做人口卖掉 还算不错 被一个太监 满去了 这个太监 也非常之好 太监 没儿子 买了几个小孩 当做自己儿子 将来养儿防老 以后于金益 就做了官 功名也成就了 行善极德 把这个夜报 整个转过来 就拜见了 这个老太监 老太监 他收养的 这几个年轻人 跟他见面 他一见面 看到他儿子 面貌很像 但是很多年 没见面 就问他的名字 你是哪里人 这个小孩就说出来 他马上就流眼泪 他说你 教底下是不是有两个字 脱下来一看 果然没错 真的是他儿子 所以这个太监 就把这小孩送给了 送给他了 以后也读书 也成名 他这个小孩 也生了不少小孩 而儿孙满堂了 善有善报嘛 英年果报 丝毫不爽 于今一遇造神迹 我曾经详细讲解过 好像有了一代 在结论里面 这个人的过时 大小 轻重 都有鬼神在做记录 都有档案 注意要晓得 淫落完了你 有我们详细的档案 四王天的你 也有我们详细档案 逃离天那个地方 也有详细档案 这真的不是假的 绝不是吓人 我们起心动念 都在档案里头 你往哪里逃 你逃不掉的 所以从前念书人 相信这些事情 起心动念 他会受恋的 现在人真的是 迂惑颠倒 胡作忘鬼 不知道 古报的恐怖 不知道 奇心动念之可怕 大的窝 多几 多就是减受 几是十二年 你寿命减少十二岁 可是你修善即得 正几 正一几 就是你的寿命 增加十二岁 增二几 那就增加二十四岁 这个我们在古书里 常常看到的 小窝 则多算 算 也是 坚损你的福报 坚损你的寿命 从这一段话里面 我们就想到 一个人 一生 一生 一心 一家 一个地区 都有天地归神 围绕在我们的周边 古圣先行 祝福菩萨 无非是交往 断卧修善 尤其是圣度 都是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人多 顾到面子 总是要装模作样 没有人的时候 圆形毕露 这是最可怕了 能够独居一时 也没有一丝毫 欺慌之心 没有一丝毫不善之念 这个修行才有根基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边 苹 瘍 瘍